我们来学习考点五 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的转换 一共有六种转换 我们把这六种转换分成两组来学习 这样更好把握住他们转换的核算规律 一组是增资转换 还一组是减资转换 怎么回事呢 来我们看投资的比例图 如果说企业投资股权比例非常小的情况下 这是只能按照金融资产来核算 对吧 要么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要么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核算 这俩呢 有一个共同特点 都是什么 都是以公运价值来计量 对吧 都是以公运价值计量 我们称为他为金融资产 也可以称为他是以公运价值计量的股权投资 好了 那随着我们投资比例的增加 我们呢 有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核算 和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核算 那增资转换三个包括什么 减资转换三个包括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先来看增资里最麻烦的 增资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跨界转换 怎么叫跨界转换呢 就是你原来投资比例非常小 你按照供运价值计量或者说按照金融资产来核算 比如说你原来只有10% 后来呢 你追加了20% 那一共就30%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股权投资就应该按照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来进行核算了 这是第一类转换 这是最麻烦的 在增资当中这是最麻烦的啊 那第二个增资是什么呢 你原来呢 是采用这个金融资产来核算 现在呢 假设原来10%吧 你要追加60% 一共70%了 那这时你原有的金融资产和追加的呢 一共就70%了 要一起作为什么 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来核算 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种啊 那第一种最麻烦 第二种呢 比第一种省事多了啊 在第一种基础上 少做一笔分路处理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 二和一是不是有相同之处啊 你把一拔住了 二得 少做一笔分路 完了 好 那再来看第三种转换 第三种转换呢 就不是跨界转换了啊 刚才是金融资产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 金融资产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 这都是跨界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的是不跨界转换 就是长期股权投资内部的 那由权益法到成本法的转换 好 这是增资的三种转换 再来看减资 减资里面 最麻烦的是什么呢 最麻烦的是不跨界啊 就是你原来是70% 现在卖了30% 还剩40%吧 那剩下40% 采用什么方法 那只能采用什么呢 权益法来核算 对吧 这是我们所谓的在减资当中的第一种 这是最麻烦的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先把最麻烦的先掌握住 然后呢 再来学习一下 跟他差不多的 比他容易的 这样呢 我们越学越容易 好 来 接下来 第二种就是从成本法呢 到哪 到金融资产的核算 第三种是什么 那就是权益法 到金融资产的核算 基本上就是这样 六种转换 注意啊 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转换 并不仅仅是成本法转权益法 权益法转成本法 一共有六种的 这六种转换呢 在以往年当中呢 经常是在综合题当中进行考核 这里是考点五吧 和考点四考点三 左到一块来出综合题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 第一类转换 就是增资转换 增资转换 我们说的最麻烦的是哪个 就指的是跨界啊 从金融资产 在追加投资以后 原有投资 加上追加投资 要变成新的投资 来进行核算了 到哪了呢 到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公运加日计量 转为权益法的核算 来看这句话 了解就可以了 这不用背 我们背的是下面的内容啊 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和其他权益工运投资 统称为什么 统称为都以公运价值计量 或统称为金融资产 是吧 转换前按公运价值来计量 由于追加投资等原因呢 导致持股比例增加了 能够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重大影响 或实施共同控制了 那你有重大影响了 或有共同控制了 这时你的股权投资 就不能按照金融资产来核算了 就按照长期股权投资 来进行核算了 是吧 他说改按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的核算 记住这个图 是从这儿追加以后 那变成了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来核算 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核算特点 在核算当中 我们要注意啊 那涉及到你的老投资准处理 你原来是金融资产吧 是吧 后来你追加一部分 那原来老投资 怎么来进行处理 追加这部分怎么处理 那老投资的和追加的 构成新投资吧 新投资又是怎么来进行处理 我们要掌握住 这儿一个要点 就是老投资卖了吗 是不是在老投资基础上 又买了一些股票啊 没卖 对吧 但是我们在会计处理上呢 一定要把那老投资啊 相当于卖了 是取得新投资的一个代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金融资产进行转换的处理 这有两项金融资产 一个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是金三 一个是其他权益公寓投资 是金二 对吧 这俩都是以公用价值计量的 转换之前 比如说你投资10% 那都是以这俩来进行核算的 对吧 现在呢 我们追加20% 一共30%了 这30%以后 这些股权投资 都应该按照长期股权投资来核算 我们来看他转换的处理啊 先来看分路 转换处理呢 无非就是你老的金融资产没有了 又有一个追加投资 老投资 追加投资 然后出现了新的投资 就是反正这三项内容嘛 对吧 那老投资没有了 比如说是原来叫金融资产核算 那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就没有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以后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指上的什么 是它的账面价值啊 但是我们在经转换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供运价值 因为账面价值 是你上一个时间点的供运呀 一直到延续 延续到现在 现在有一个账面价值 然后用你账面价值和供运价值 比较一下呢 就有一个处置损益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这个处置损益体现为什么 体现为你把交易性资产给卖了 卖了以后啊 那形成的损益 那形成损益呢 要记住投资收益账户 这是把老投资相当于给卖掉了啊 实际上卖了吗 实际没卖 只是在老投技术上 又买了一部分股票 是吧 相当于把这老投资给卖掉了 所以老投资呢 要进行减少 毕竟不能按照金融资产来核算了 应该改变叫长期管投资核算了呗 所以说要把它相当于卖掉了啊 然后再来反映 代方你追加的出资 我们在追加出资时呢 一般都是以银行总管来进行出资 那就比较省事了 如果说是以其他资产来出资的啊 房产呀 或者以无垠资产来出资的 这时就有一个 你追加出资那个房产或无垠资产 它的供应价值和账战价值差额 对不对呀 依然要确认你追加投资的损益 这里以无垠资产再追加投资 那就省事了 好 这是老投资是一个代价 然后追加投资是一个代价 代方总之是代价 这两个代价之和 形成了新的投资 叫长期股权投资 对吧 形成了权益法下它的投资成本啊 这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追加投资 形成了长期股权投资 它的一个核算思路啊 来 如果原来这项投资呢 10%你作为金二来核算的 就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来核算的 现在你追加20%以后 变成30%的长期股权了吧 那这是怎么办 要反映老投资减少 同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老投资要减少啊 毕竟将来不能叫这个名字了 要改名了 所以要反映它减少了 它减少时呢 把账面价值减少 同时呢 还要看它的供运价值是多少 毕竟账面价值是原来前一个时间的价值嘛 是吧 现在有个新的供运价值 新的供运价值和原账面价值差额怎么办呢 要确认你转上随意吧 大家注意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是变态的投资吧 在它卖的时候产生出售损益了 进入投资收益账户吗 不是进入投资收益的 进入留存收益的 所以这里呢 要体现为留存收益 我这里写的是留存收益啊 但它并不是一个具体账户 具体账户呢 应该体现为盈于攻击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来 好了 这是把这个老投资相当于卖了 然后接下来又追加出资 这两个代价 两代之和形成了什么呢 新的这个投资 形成了权益化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转换时的分路 大家还要注意啊 还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就是对于两项投资 交易性资产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都是以供应价值计量的 在转换之前呢 他们一直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是不是有供应价值变动损益啊 对于交易性资产的 那个供应价值变动损益转出吗 不转出啊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就是把交易性资产卖了 那个公共有价值计量的损益不转出 现在转换上也不转出 那好了 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持有期间 那个价值波动 当时记住其他综合收益了 现在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给卖了 那个其他综合收益转出不转出 要进行转出啊 这个价值波动要进行转出 转出结果呢 也是转为留存收益 所以呢 这里一个考试的关键点就出现了啊 你看交易性金融资产相当于卖了 卖了以后 产业上的差额是基础损益的 基础投资收益了 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你在转换时呢 相当于卖了 但是产业上的处置损益呢 是基础留存收益的啊 不仅处置损益 基础留存收益了 你原来持有期间的那个价值波动损益 也要转为留存收益 这是他的核算要点 好 我们看到两个分路 这个内容就好极多了 我觉得今年记忆呢 跟去年记忆方法就不一样 去年我在讲解的时候呢 先讲解他们的文字描述 今天我想 哎 还是先来讲解分路 内容更少 印象会更深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他这些文字的描述啊 先来看老投资 所以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给转为长期管投资了 交易性金融就没有了呗 交易性金融就是老投资啊 说原股价投资怎么处理呢 投资供应价值与账品价值认差额 改为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损益 好 那就是你改成权益法核算了呗 这是这个损益账户 就哪个账户 就是投资收益呗 而其他权益供应投资呢 要注意了啊 你的投资处置差额也好 要进入留随收益 还有你原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个累计的利得和损失 就是原来持有期间的价值波动 当然进入其他综合收益了 现在要进行转出 转哪呢 也是转为留存收益 特意强调 不得转为当期损益 你看两项供应价值计量的 再转为长期管投资权益法时呢 那处理不一样 考试就考着不一样之处啊 我们一定要加以注意 追加投资 那就是用银行创追加 就没什么问题了 用其他追加呢 那要反映你追加投资 那个损益的处理问题 对吧 好 如果是以房子来投资的 那这时你要反映 反映房子账面价值减少了 然后供应价值和账面价值 价值差额作为一个处置 损益来体现就可以了 这里杨村岸来投资 就不用体现这个损益了 最后新投资 考试文字描述 问长期股价投资 它的初始投资成本怎么算的 怎么算的呢 一定要注意啊 是不是原来有一个老投资 然后后来有一个新的这个追加投资 原来10%又追加120% 对吧 那这时就要用原来10%的那供应价值 交易经济产也好啊 其他权益供应投资也好啊 这个代价用它的供应价值 加上新追加投资的这个供应价值 两个供应之和 作为你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的初始投资成本 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啊 如果它诚心给你改错了 你要能识别出来 一定注意是 以原股权投资的供应价值 就是交易性净资产 和供应供应投资 是吧 这两项的供应价值 做一个代价啊 并不是账面价值啊 而是你的供应价值 做一个代价 加上你新增投资 还有一个代价吧 这个代价供应价值 两个供应之和 是你新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看到吗 这是我们一定要加以注意的啊 好了 那对于跨界转换 就到此为止了吗 还没完 没有完成呢 为啥没有完成啊 转为什么方法了 转为 叫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了 哎 在转为权益法的时候 就按照权益法的核算特点 来进行处理了 权益法在形成长期股权投资 初始投资成本 已经形成了吧 是不是还要比大小啊 对吧 还要进行比大小的处理啊 用我们这里形成的 初始投资成本 和你应该像的份额 进行比较一下 大了不进行调整 但小了呢 要对你的初始投资成本 要进行调整 并且调整金额 要进入营业外收入 所以这里我们还有一个 非常关键的要点是什么呢 就是要进行比大小的问题啊 大了怎么办 小了怎么办 和你不是采取转换形式 形成的长投权益法 是一样的处理思路的啊 这里一定要保住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题目啊 这是增资当中最麻烦的问题 把这个保住了 后两种增资就非常容易了 来我们看这道题目 非常长啊 先来看 2020年2月份 A公司以600万元现金 自非关联方取得B公司10%的股权 根据金融工具确认以计量准则呢 说把它指定为 以公运价值计量 且且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 金二呗 那个金二账号名称叫什么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对不对呀 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是那个金二啊 他说指定为嘛本身股票进行投资时呢 不能划分为金二 但是我们在会计中的核算时呢 就说了 哎我硬性说你就按照金二来核算啊 就是在持有期间价值波动 金融其他综合收益不影响损益 这就是 取得这个 10%的股权 作为金二来进行核算了 下来看下一段 2021年 1月2号 A公司呢 又以1200万元的银行存款呢 自非关联方 购得B公司12%的股权 又买了12% 买了10% 又买了12% 那一共22%了吧 那这时 你还是按照金融资产来核算吗 这就不合适了 应该说 它构成重大影响了 应该改为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了啊 10%和12% 一块要改为 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好 那在改的当天呢 告诉你被投资企业 说 B公司就是 被投资企业 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呢 是8000万元 给出了被投资企业值多少钱 目的是什么 目的让你比它小用啊 对吧 好 接下来说 A公司对B公司 以公允价值量 且去变动技术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个账面价值 等于公允价值 是1000万元 什么意思 就是你刚才第一段 那10%啊 你最开始买的时候 是600万 现在进行转换的时候呢 进行转换的时候 它那账面价值 已经是由 变成1000万了 那就是说 产生了400万价值波动呗 这400万价值波动呢 看你在转换那天 你进行没进行处理 如果进行处理了呢 那转换时 直接按照这个公允价值 做新的代价就可以了 如果没处理呢 这账上要减少账面价值 再来反映 你的处置损益 就是留存收益呗 对吧 好了 这里它已经处置完毕了 已经从600调整到1000了 将来1000 作为你的转换代价就可以了 来 我们看 接下来说 取得该部分股价以后呢 按照B公司张胜规定 A公司 现在能对它 施加重大影响了 那就要采用 长头的权益法 来进行合算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它相关的处理 相关处理是什么思路 那就是转换的处理呗 对吧 先反映老投资没有了 然后形成新的投资 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笔大小就行了 来 我们看第一笔 先形成初始投资成本 那这时我们来看 应该反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减少了 再来看这个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减少 这账上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1000万元了 对吧 来 你看 它最开始记账的时候 是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减写了 其他期权投 那最开始让人是600万 对不对呀 如果在这个期间 一直没有调整过 现在在转让时呢 变成1000万了 那这次应该怎么办 这应该是 带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00万 然后再带 留存收益 就是益工具和文明利润 是400万 对吧 应该有这样一笔处理 但现在呢 它已经调整完了 它已经把600 调整到1000了 已经调整到1000了 就调增了400 对吧 但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直接反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就减少1000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反映 那个处置的4000的 这个损益了 来 处置增值部分了 好 那这儿我们来反映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在转身那天 已经是供运价值了 减少1000万 然后追加投资 带银行存款 是你的追加代价 两者代之和 形成了长期股权投资 老代价工运 加新代工运 两个工运之和 作为长头的初始投资成本 对吧 这里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既然是以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来进行转换的 让他持有期间的价值波动 那个400的波动 当时已经处理400波动了吧 他进入其他增加收益了 这个400波动呢 要转为留存收益 所以这里把原来进入的其他增加收益 要进行转出 转为留存收益 是这两个账户 一个是盈余攻击 一个是利润分配 那两个分别分摊多少钱呢 看一下题目当中给出的 这个企业 既提盈余攻击的比例 我们这个题忘了 给了 我就假设 它的盈余攻击提起的比例 10% 那你其他综合收益 要转为留存收益的 是400万转为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 那400的10% 转为盈余攻击 400的90% 转为利润分配 为什么利润就可以了 好 这是把老投资 追加投资处理完了 形成新的投资 形成初始投资成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叫比大小了 那初始投资成本是多少 是2200万 那你应该想到分额是多少呢 找到在你转换日那天 被投资起可变成净资产的 公运价值 这里给出 它的公运价值是8000万 那你现在持有22%的股份 原来10%又追加12% 22了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拥有的份额呢 是1760万 你拥有1760万 现在你的初始投资成本呢 是多少 是2200 说明你大于你想要的份额 大于想要的份额 用完2200调整到1760嘛 就不用调了 所以这里没有做一个调整的分路 如果小还是要进行调整的 好了 这就是一个转换处理 你说真的很难吗 想想这个分路 那所有问题也就都解决了 对吧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转换 第二种转换是什么呢 就是还是跨界的转换啊 就是从金融资产转为什么 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的核算 原来你10% 后来又追加50% 那一共60%了呗 那这是这60%就要采用什么方法 成本法来核算了 对吧 来这是上面的文字描述 我不再念了 自己读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主要看一下 它关键要点 现在这是第二类转换 第二类转换呢 与第一类转换相比 第二类也是跨界转换 第一类也是跨界转换 你看看金融资产到权益法 第二类是金融资产到成本法 那第二类与第一类相比来讲呢 就少了一个分路 少了什么分路 不用比它小了 因为到成本法核算时呢 不用比大小 只有在权益法核算时才看出 说哟 我出入投资成本 与相产的份额多来少了 才用比大小 到成本法不用比大小 所以说 其他投资核算都是一样的 就没有了比大小的分路的处理 来看一下 我们给的规则总结 依然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变成长期管投资 下千亿共产投资变成长期股权投资 和前面的分路处理 都是大同小异的 你看后面 没了 没有比大小了 它不需要比大小 对吧 如果说有一点点的小的区别之处在哪呢 就是 在转换为成本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时呢 后面没有那一破细号 投资成本那个明细了 就这么一点 区别其他都一样 我就不再多说了 好了 再来看第三种转换 是权益法转为成本法 这是怎么回事 来看我们的文字描述 转换之前呢 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的是权益法来合算 由于追加投资等原因呢 导致持股比例增加了 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了 这时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就不按照权益法合算了 就按照成本法来合算 实际上就是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改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 它实际上是长期股权投资内部之间的转换 对不对呀 如果用图示来表述的话呢 就是权益法到成本法 原来你只有40% 后来追加30% 那你共有70%了 在这种情况下 70%股权 那能说一部分是采用权益法 一部分在成本法 那不行 一起都采用成本法来进行合算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类转换 前面两类是什么 第一类是跨界的金融资产到权益法 那第二类是金融资产到成本法 现在我们说的第三类 是长期股权投资内部的两种方法之间的转换 对吧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它的转换的处理 依然是反映 你的老投资怎么处理 依然是同销售 要反映权益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 减少了带长投 要把它的名习科目都要进行转出 然后这个带银行存款呢 就是你追加投资 你出现的代价 用银行存款来代表代价 太简单了 好 那就带银行存款 这样两个代价 老长投 然后追加投资 两种总和构成你取得新长投的代价 形成了长期股权投资 后面就没有投资成本的名细了 来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权益法转换完成 成本法的分路处理 很简单 然后我们特别要注意 新长投 就是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这个新长投 它的初始入上金额 是怎么来描述的 是说老长投的公允 加上新追加的公允 两个公允之和 作为新长投代价吗 并不是 两个公允之和 作为新长投代价 那是第二类转换 从金融资产到成本法 是这来说的 现在是从权益法到成本法 可不是两个公允作为新长投的代价 来看一下 是什么 算照原持有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是你老投资 是老投资账面价值 不是老投资公允啊 老投资账面价值 加上新增投资成本 新增投资成本呢 就是你的新追加投资 那个公允价值呗 是账面价公允啊 这两者之和 作为成本法合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所以说同学们一定要 知道它这种文字表述啊 和第二种转换 新长投的初始投资成本 描述是有非常大区别的 一定要加以注意 能识别出来 好 同时我这里呢 又来加以提示啊 现在我们进行这种转换呢 最后转换结果就是 控制了被投资企业 它是不是通过两次投资 形成的控制啊 第一次假设40% 是老投资权益法 后来又追加30% 是第二次投资 那最终70% 这70%是经过两次 来进行投资的啊 那就是多次交易呗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那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多次交易呢 作为什么来处理 作为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那什么叫属于一揽子交易啊 就是说这70%投资啊 我事先就做好准备了 它是一揽子计划 先投资40% 再投资30% 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40%和30% 都作为成本化来核算 它是一揽子交易嘛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一揽子交易 我就刚开始持有40% 我也没想到以后 要进行再追加投资 那你现在取得40% 算是权益法来核算的 对吧 后面再追加30%呢 算是转换啊 权益法加转换 形成成本法核算 这是区别于一揽子交易的 我们考试呢 一般情况下 都不属于一揽子交易啊 第一次投资 还不知道将来 还要追加投资呢 所以第一次投资 按照权益法来核算 而不按照成本法来核算 并且这种多次交易 形成控制 是同一控制下来的企业合并 还是非同一的呢 我们说的是非同一的啊 我们考试 一般考都是非同一控制 你到70%了 那你控制被投资企业了 我们按照非同一控制 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好了 至于价格当中给出同一的 从来不进行考核 所以我们掌握住 非同一控制 这种多次交易 形成的企业合并 就可以了 好 来 再来看他具体的文字的描述 原来的老投资 有一个内容 我们用不用转出处理 什么内容呢 就是原来权益法下 核算的长期款投资 要进行他的 持有权益变动吧 是吧 受资且的 有净利润 受资且有其他中央收益 受资且有其他权益变动 投资方都进行相关处理了 那分享经历任的时候 借长期款投资 带投资收益 这个分享的这个权益变动 进入投资收益了 而 分享的第二个 其他中央收益 分享第三个 其他权益变动 对于投资方 权益法和算式呢 都是借长期款投资 带什么 带其他中央收益 带资本攻击 当然没有进入投资收益 现在老投资 我们人被卖掉了 用不用把这个 其他中央收益 资本攻击给转出来呢 告诉你不用转出 看结论 原股权累计 确认的其他中央收益 资本攻击 不用转出处理 为啥不用转出处理呀 这投资真的被卖掉了吗 没有 原来40% 在之下30% 还在那呢 是不是啊 从这个业务处理上 原来权益法下确认的 这两个权益变动 是不用进行转出处理的 什么转出呢 将来那70%股票 我们给它卖掉了 卖掉以后 这时候呢 再把它进行转出处理 再把其他中央收益 资本攻击 转为投资收益 是这么一个过程 大家知道这一个结论啊 所以这里有两个要点了 新长头怎么处理 老长头持有期间的 那个权益变动 怎么来进行处理 一定要掌握它的特点啊 这是我们关键之处 追加的 没什么特别需要说的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内容 来 我们看这道题目啊 说 假公司2014年1月1号 你一定要从200万元 对乙公司进行出资 占其住的资本是20% 这20%到底采用什么方法 他怕你不知道 直接告诉你 采用权益法来进行核算 好 原来老投资是权益法来核算 接下来 2015年12月31号 假公司对乙公司的 股权投资占面价值呢 变成300万了 最开始初始投资成本是200万 到你转之前呢 变成300万了 为什么呢 分享价值波动了呗 对吧 最开始200 那多了100呗 多了100怎么导致的 是分享其他综合收益变动导致的 好 那我们来描述一下 他取得投资是 分楼怎么处理的 是诈处理的啊 借长期股权投资200 投资成本200万 代银行存款200万 然后 到2015年年底了 然后要反映 分享的受资且权益变动啊 要借长期股权投资 破诊号 其他综合收益 代其他综合收益 是100 对吧 这样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呢 就由原来的200 增加100 变成300了 所以告诉你转换之前 他账面价值已经是300了 给出老投资 转换前的账面价值 接下来又给出呢 2016年1月2号 甲公司又已经要送还了600万元 追加投资 追加了40% 原来多少 原来20% 是权益法 后来又追加40% 加一块60% 控制了 这时这60% 一共要一起作为成本法 来进行核算 是吧 形成了非统一控制的企业合并 改为成本法来进行核算 然后他说 甲公司追加投资以后 会计处理正确的是什么 那追加投资以后 就是原来20%和追加40% 一起作为成本法来核算就可以了 呗 然后问长期股权投资 那个出手上价值怎么处理 然后什么其他民企科目怎么处理 然后银行存款 价存款怎么处理 那同学们可以先不用写分路 你先不用写分路 你看看哪个是正确答案 估计有一半的同学会做错 那怎么才能把我们这一半的错误率提高到 说我们正确率95% 怎么做呢 来写分路 写分路呢 再来识别呢 说涉及什么账户啊 涉及下多少钱呀 涉及哪个方向啊 就很容易识别出来了 别看他费一点时间 但是证据率非常非常高 啊 来我们写出我们转换时的处理 转换时怎么处理 那就是老投资没有了 有一个这个新的追加代价 然后新的投资不就完了吗 没了 分路没这么特别复杂的 来我们看一下 这形成新的出资 是吧 然后老投资减少 贷长期股源投资 就是权益法下的那个成头 要减少了 然后呢 你有一个追加投资 贷一行存款 当时给出是600万 在转换之前 长期股源投资账面价值 给出最初是200万 后来呢 这个调增了100 那他账面价值就是300 那这时把长期股源投资 账面价值给减少了 然后有新的投资成本 就是那个投资代价供应价值 然后老投资账面 加上新的成本 两者之合 作为长期股源投资 那个初始投资成本 就是900万 就是900万 哎 做完了 比达小 用比达小吗 转为成本法了 不用比达小 转为权益法 才有一个比达小的问题 到此就没了 你看分路 就这么简单 至于这里的其他综合收益 长头明细科目 其他综合收益 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用转出吗 不用转出 是不用转出处理的 来 那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各个问题 来看一下 他说 长期管投资 以公司是900万 这对不对 我们看这分路 长期管投资 是900万 正确的吧 来 所以A是正确的 再来看 B 长期管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是减少100万 这是啥意思 就是你老投资被触掉的时候 你来看 带长期管投资 投资成本要减少 带长期管投资 其他综合收益 也要进行减少 对吧 因为转盘之前 他是借房一国 现在从带房进行转出 所以是带这个明细 是100 对不对 也是正确的 来 我们再来看 C 带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值加投资 又值加600万 减少600万 这也是正确的 4D 其他综合收益 减少100万 其他综合收益 用转出吗 不用转出 所以他不涉及减少的问题 注意 这里都有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长头的明细 长头转出了 这明细就一块转出了 至于他对应的 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用转出的 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怎么形成的 你来看这儿 你最初是200吧 在持有期间 受资企业 净资产发生波动了 你投资方要进行诈处理 来 我们描述一下这个 如果当时你没被子 特别老子的话 我们来还原一下 当时你进行借长级固款投资 叫其他综合收益 是100 然后 结果呢 结果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我讲一下其他综合收益 是100 那你把长头卖掉的时候 这长头要从代方转出 那问你这个转出吗 说了这不转 因为还是长头啊 对不对呀 所以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用转出的 你看看 这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 刚才前面 你看起来会了 是不是通过作题以后 才能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知识要点呀 你两个文字描述 一定要把握住啊 新长头怎么算 老长头怎么来进行处理 谢谢大家